先跟大家说点好玩的事儿 开心的事儿 看这个 这是伊朗的最高领袖哈梅内伊同志 昨天发了一个推特 说真主党正在取得胜利 咱们最近这些天 每天都在更新以色列针对黎巴嫩真主党的各种花样翻新的袭击 昨天老王还单独录了一期视频跟大家分享 黎巴嫩真主党已经被清零了 所有的高层全死光了 现在整个政治局里就剩了一个哈桑了 其他的人没了 不过这个也挺好啊 哈桑再开什么第十八大十九大二十大什么三中全会四中全会的 就百分之百全票通过了 不同意的请举手 没人 都不是没有 是没人 对吧 所以恭喜哈桑同志成为这个世界上最牛逼的一个独裁者 独裁到了只剩寡人了 是吧 孤家寡人 当然人家还有一好朋友哈梅内伊啊 真主党正在取得胜利 然后在下面的各种留言是最好玩 你看这个 这是一家媒体直接就把老王发给大家看的那张图给发过去吧 你看看吗 真主党现在都死光了 没人了 已经被以色列清零了 嗯 另外一个最好玩的一个留言啊 因为下面基本上都是在嘲讽他的 最好玩的是这个 这是一家眼科医院 呃 留言是呃 欢迎哈梅内伊同志 前来我们眼科医院治眼睛 我们可以免费给你提供一次全方位的检查 呃 其实意思大家都懂啊 这也是一个黑色幽默 意思就是你他妈什么时候瞎的 是吧 你你不瞎的话怎么能说出这种话呢 呃 由此可见 独裁者之间啊 是相通的 你看哈梅内伊说起瞎话来 这跟中国政府这一点都不差 中国的言论自由度史上最好 中国的互联网是最开放 中国的经济数据最好 中国的营商环境史上最好 中国的投资环境史上也最好 中国的养老金没有问题 哎 聊起养老金 我跟你们之前咱们聊过 老王说我在国内也做过顾问啊 给人家搞策划呀 我说我一肚子坏损 狗头军事 嗯 之前一说养老金不够了怎么办啊 老王还出过几期节目出主意吗 跟什么房子挂钩啊 跟生孩子挂钩啊 跟孩子上学挂钩啊 等等 嗯 但是老王也说过 我不另以最大的恶去揣测中国政府 但是往往呢 我我揣测不着 我没人接坏 所以往往他们干出来的那些事 老王都得这个 哎呀 真没想到啊 抱歉 抱歉 真没想到啊 他们能这么坏 坏得这么彻底 那么大家看这个 这是山东围房发生的事 说最近呢 有好多的老年人 哎 到了领养老金年龄的老年人 去银行发现自己的账户被冻结了 呃 就算没冻结呢 这个账户里也不会再有养老金入账了 这钱怎么就不给了呢 然后就找到了解道办 解道办就说了 这个是市政府下来的通知 就是告诉有些老年人属于已经死亡 但是人还活着呢 怎么就死了呢 呃 养老金就不给了呢 呃 后来又了解到 原来啊 山东政府想了一斜招 一狠招来节省养老金 怎么节省呢 发放养老金的银行账户 只要连续三个月 你没有把这钱取走 因为农民的新农河这种养老金 过了65岁 66岁70岁 也就100多块钱 这都多的了 少的才几十块钱 一般的老年人 呃 只要不是贫困到一定程度 基本上都不会每个月都取 存个三个月五个月 凑个几百块钱取一次 不然的话呢 你你都不够折腾的 于是乎这种情况就被山东省政府给发现了 并且利用了起来 宣布连续三个月没有取钱 就把这个账户的老人 直接通知民政部门定为什么 大家记得疫情期间有一个词叫疑似 疑似病例 疑似感染 那么山东政府给定的呢 叫疑似死亡 然后下发给属地的派出所 属地的街道办去核查这位老人到底死没死 到底是疑似死亡还是确定死亡了 然后这个名单到了街道办呢 你说街道办会去挨家挨户的核实 哪有那个闲工夫啊 让他们啊扯点蛋 什么穿上大白装个逼啊 什么举报个低保护 家里有台车 家里有存款啊 这前几天不还有一个事吗 说是启东有一个25岁的网格员 说是女大学生刚毕业当网格员 然后特别的敬业 就发现他们这个辖区里 有一位吃低保的贫困户 就给自己偷偷藏了两万块钱的棺材本 这事被他发现了之后 直接举报到街道办 取消了这位贫困户的低保资格 那么这位被取消了低保资格的老爷子 活不下去了 怎么办呢 就拎着一把刀子 去了街道办讲讲道理 捅一下这个道理就算讲完了 自己再骂一下 他杀了这位网格员 然后呢自己又自杀了 就这种事才是这些街道办最基层的 所谓的 你说叫他们什么好呢 说他们是官不是官是利也不是利 其实在东北有两句骂人的话 骂的挺脏的 叫小bc子或者叫小b仔子 就是形容最基层的街道办网格员社区啊 这些人形容的就是他们欺负点孤寡 欺负点老弱 欺负点病残 这是他们专业的职业啊 其他的让他们干人事 说是去搞个调查呀 挨家挨户的送送温暖啊 不可能 所以呢 上边下发回来疑似死亡的名单 到了街道办 那就到了街道办了 什么时候有人来街道办找了 我怎么死了呀 我的地保金也不给了 我的养老金也不发了 然后再告诉你啊 你这已经被市里定的 定义为疑似死亡了 你现在想解除这个疑似死亡还挺难的 你得先去派出所开个证明啊 再去居委会开个证明啊 再去银行开个证明 然后把证明全拿到我这儿来 我盖完章了之后 你再拿着所有的证明去民政局再开一个证明 开一个自己还没死的证明 你看看 这一套下来 我估计要是六十多岁的农村老人 如果家里啊 这个经济条件还凑合的 这一百多块钱一个月就不要了 不费这个劲 要是实在家里经济条件不好的 身体就比较差的 这一套下来就能折腾死 那就能把疑似死亡 直接折腾成 真死了 反正这个在办理账户解封 或者在证明自己还活着的这个过程之中 是不可能再给你的银行里发放养老金的 所以来看看这招绝不绝 特别是台湾的朋友 还有居住在其他国家的朋友们 你们能想到这么损的 这么缺德的 这么丧良性的主意吗 来节省养老金吗 是吧 所以前面老王不说了吗 我真的是往死里往坏了想他们 我都没想着 还有这么一招 把一个活生生的人给定义成疑似死亡 甚至啊 我估计 接下来 很多的地方政府都会有样学样 你看中国人啊 特别中国的政府官场 学好不会 绝对不学 要学坏的话 那就是你出流的事 很快全国各地 集中效仿 向山安东学习 把辖区之内 三个月 甚至两个月 甚至发放养老金之后 15天没有取钱的账户 全部冻结 把这些老人全部定义为疑似死亡 你看看 疫情三年 又核酸 又口罩 又疫苗的 老王说 那个三年叫老年人清零计划 但是 这中国老年人 真坑活 身子骨 倍儿硬 尽管国家往死里这么折腾 也没死到国家想要的那个数字 还没死光 还没清零 所以嘞 那就来一个疑似死亡 真的 我现在听这个词 哎呀 他怎么想出来的呢 各位观众朋友们 你们今天疑似死亡了吗 甚至老王再往坏了 想他们一点 就是接下来啊 不仅仅是养老金发放的账户 三个月两个月一个月 没有进出账 没有取钱 会被定义为一 死亡账户 疑似死亡 老百姓的银行账户 储蓄账户 可能很快也会被国家盯上 三个月没有进出账 那就把这个账户直接冻结 冻结的理由就是怀疑户主 疑似死亡 你觉得合理不合理 当然中国干事 他跟合理不合理没关系 政府觉得这个合理 那他就是合理的呗 你要说他不合法 什么违宪 只要你说出来 只要有人提出来 那就出台一部法律就好了 是吧 这么一算 大国又可以狠狠的刮一笔羊毛了 是吧 特别是你们啊 还身在国内的有钱人 千万注意 那账户里有个大几百万扔在那儿 不买房 不买车 不支持国家的号召去往死里消费 那你这个钱可真的是有人帮你惦记呢 之前老王也跟大家提醒过好多次了 早晚会盯到你们这些人的身上 别以为几百万国家不需要 是吧 自己很安全 我又不是马云 又不是首富 你看看 老年人啊 一个月一百多块钱的养老金账户 都能被政府盯上 而且是山东省政府搞的这个玩意儿 你看看 国家没钱的时候啊 苍蝇腿 它都是肉 特别是还有很多需要花销的地方啊 今年这九个月啊 前后三个季度还没完事呢 八千来个亿 已经给到了俄爹手里 还有一群黑爹呢 前面刚来了一趟 开了一场胜利的大会 又三千六百多个亿啊 是吧 你说哪有钱 钱从哪来 不就得从老百姓身上来吗 各位老乡 今天你们疑似死亡了吗 哈哈 你们就偷着乐吧 共产党乱罪 文明观影 严禁喧煌 这个